非常简单,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循环 刚刚不就有人在问吗 怎么样循环呢,对不对 我们来用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我要给它循环给它打出来 对不对 循环打出来 我就用一个form form x in name 这种语法大家一定是见过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再缩近 不要忘了一定要缩近 不强制两格 只要他们能够完全对齐就行了 然后就给它打印一下x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看到打印出来的效果没有 相当于分字母就把它打印出来了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list的话 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子的 如果你是一个list的 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对吧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for循环 当然我们也有while循环 当然我们也有while循环 同理,这个我就不讲了,非常简单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面向过程的算法 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提一下 是不是超级简洁的 for x, x就是你新定义的一个临时变量了 就类似于我们在其他语言里头 有什么full nti 就比方举个例子,大家在很多语言里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语法 对不对 nti什么印什么什么的 只不过它要去指定 显示的指定它的这个数据 类型变量类型 很好懂啊 缩近有人在问,因为大家刷屏我有点看不过来了 有人在问缩近有要求吗?没有没有明确的要求啊 像我在这的话我就用空格了 但是如果大家用一个开发工具 你连空格都不用打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常用的是一个Java开发的这个 Python的跨平台的开发工具 叫PyCharm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PyCharm 我启动一下 OK,我随便打开一段源代码吧 你看一用到ID就慢了 对不对 好 哇哦,真慢的 太不爽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儿敲一下 我刚才那段代码 name等于sandy 然后我用一个4xinname 回撤 大家看它是不是自动就缩近了 看到没有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自动就缩近了 而且它还会能把你的这些变量全部都找出来 非常方便 是不是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你用到ID 我们真实的开发环境里 当然用ID会更爽一点 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ID我暂时还是不用吧 当然这种ID是非常多的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编辑器 我超喜欢的 叫sublime 我看我这儿还有bill 也是跨平台的 这儿 sublime 同样的一个道理 比方说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我同样的 我想想我怎么样来写呢 比方说给它定一个变量 name等于sandy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python 我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大家注意啊 python的文件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以点py结尾 代表它是一个python的原文件 保存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我用一个fullxinname 回车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自动缩进了 是不是蛮方便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么多ID的环境 你随便选啊 甚至于什么 我待会我给大家演示 我直接用vi就行了吗 我直接用个vi也是一样的啊 OK 好 这块大家没什么不明白了 那我 如果没什么不明白的 那我们再跳过啊 都明白了吗 谢谢大家